各位觀眾帶你來關心到在國會大現場 我們今天邀請到了國民黨立委陳玉珍 委員早安 我們今天一起要談什麼議題呢 因為今天算是過年後第一次在六百元見面 那我們今天主要是要針對你們等一下是要開記者會 然後提到了新冠肺炎的檢測 說好的四千五百元 你們今天的內容可以跟大家講一下嗎 是 大概方向是這樣子 現在過年期間很多這個國人紛紛回國 那現在他們要再返回他們的僑居地 那這個部分有 就是說很多國家現在都要求 要PCR的核酸檢驗陰性才可以入境 那現在的問題是哪裡可以檢驗費用多高 我們黨團人家有做了一個比較表 針對各個國家的價錢 發現國國的價錢真的是比世界各國都還高 這個是不合理的 然後雖然說我們陳部長說我們比較準 但是即便是準 臺灣的醫療上是準確 但是不應該是那麼高的這個 那麼高的這個價錢 而且還有便利性 有 即便有人要自費可以到哪裡檢驗呢 這個訊息並沒有很透明的這個揭露 如果今天比如說我要出國 我要返回僑居地 我要到哪裡去檢驗 要需要花多少錢 這些都是重點的 所以今天我們希望把 我們要督促這個 衛福部把這些事情說清楚 好 那委員第二個我們要關心到的是疫苗 因為在昨天啊 衛福部長陳時中他有提到了 沒有非排除不可大陸疫苗 那怎麼看他這樣的語言這樣的官話 其實疫苗的東西 我覺得最後防疫還是要回到科學了 到底疫苗有沒有效才是重點 哪個國籍並不是重點 就是到底他的各種疫苗 在哪一個年齡層的防復力是多少 我覺得政府有必要讓大家了解得很清楚 而不是只是現在有一些政論節目一直在說 哪一國的疫苗沒有用 哪一國的疫苗是假的 那這樣不是一個科學的防疫方法 應該把國籍放在後面 然後這個科學的防護力放在前面 這個才是重點 可是因為對很多人而言 他這個是鬆口 小肚鬆口說沒有排除大陸疫苗 可是這樣的聽起來 會不會覺得他這個很像在官話 也不是我個人也不覺得他是鬆口或是不鬆口 因為我覺得他一開始就有點把意識形態擺在前面 認為說這個國家疫苗不能用 那個國家疫苗怎麼樣 我覺得還是用科學的方法來做 這才是百姓要的 OK 好 那因為委員要去召開記者會了 謝謝 謝謝委員 好 那我們在總整理 今天的在國會的九點重點 其實就是因為疫苗大家都很需要 台灣也很關注 到底什麼時候可以讓每個人都能達到 不過在衛福部長陳時中 他昨天首度在廣播節目透露了 是有人不希望台灣太高興 不過這樣的說法也被認為根本就是政治語言 而且該講的不講反而是在例如說是親綠的媒體人 的節目上講了這樣的話讓很多人都無法認同 那麼也呼籲衛福部長陳時中 趕快把該做的事情做好 不要有太多的政治語言 最重要的是疫苗什麼時候到貨 而最重要的是其實在今天還有一個最新的 就是BNT那邊好像有承諾說要給台灣疫苗了 不過時辰還不確定 那也希望從上到下 蔡政府不要再有過多的語言 再多的政治口水 趕快把疫苗拿到才是眼前的當務之急 那麼以上是在國會最新